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小孩子来说 吃个香蕉 玩海盗船 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了 对中学变手而言 可能是尽力打好一场比赛 或可能是在拳中变 原冠军梦才称之为完美 各位 追求是以积极的行动 来达到目标 追求完美就是 用尽心思做到最好 以完美为终极目标 提醒对方应该追求完美 不等同于强求 要求人类直接挥动双手 就可以飞上青天 这显然是强求顽固 追求完美 反而是寻求更加适合的手段 达到目标 究竟人应不应该追求完美呢 就得看过程中追求完美 能否塑造更持续性的推动力 结果上 追求完美能否达至理想目标 人应该追求完美 因为第一 完美是立足于不败的永恒目标 是正面的方向应该追求 追求完美是我们更有使命感 更有动力去尽力而为 做到尽善尽美 也因此当我们拥有目标 追求完美是一个不断完善化 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 客观而言 社会要发展 谈的是要求完善化制度 教育要做的是做于英才 谈的是追求得志体群美 这一切不就论证了 人更应该追求完美吗 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对个人而言 追求完美 意味着对自己树立高要求 实时主动研讨自己 尽力做到最好 对实践目标 理想 期许 对提升与 善于提升自我 为何不应该呢 反观 不应该追求完美 只是放弃进步 认为完善化没有必要 悲观一时 社会只会停滞不前 更是与理想渐行渐远 显然 追求完美提供我们 完善化自己 与社会的推动力 实时 进步 人应该追求完美 从结果上而言 有追求就有希望 提倡应该追求完美 意味着人坚信 有完美 并辅助行动 追求它 越来越接近完美 反之 提倡不追求完美 就是指否认完美的存在 名其名为 不做不能的事 然而详细探讨 就只是害怕失败 自信不足 不愿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打个比方 就因为坚信 能够拥有美满的婚姻 即使发生口诀 也只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追求婚姻路上的完美 为何不应该呢 工作上 我们会尽力追求得到 双鸣的局面 面面俱到 追求工作上的双鸣 为何不应该呢 如果我是追求完美 世界就不会从隐形飞机 变成隐形飞机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的议变 黄俊凯同学 在这里有个微信的小提醒 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决赛 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要留影 留下纪念的话呢 可能要把闪光灯给关掉 不要影响到台上变手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请反方的议变发言 时间同样是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评委大家好 今天的变题 人应不应该追求完美 就是要我们探讨 一个人在自处 待人和处事上 应不应该以完美 作为追求的目的 什么是完美 那就是零瑕疵 追求完美就是指 对瑕疵毫不妥协 追求完美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瑕疵 不断毁灭瑕疵的一个过程 对方说完美就是做到最好 可是完美的定义就是零瑕疵 做到最好就是允喜瑕疵 所以做到最好不等同于完美 对方定义错误 我方之所以认为 不应该追求完美 因为秉持追求完美的态度 对瑕疵禁计较 将导致一个人在自处 待人和处事上 出现病态问题 第一我们看自处 一个人对自己的方方面面都 百般挑剔 将会造成病态的心理压力 各位一个人对自己的样貌 追求完美而抑制整容 你觉得这个人还会正常吗 对自己形象追求完美 而处处压抑自己 你觉得这个人的精神会不紧绷吗 对自己的行为追求完美 而处处在意 这个人会活得不累吗 可是各位人世间很难有完美 追求完美而得不到完美 这个人不会长时间耿耿于怀吗 各位你能想象一个人 长期都在活在自我否定的世界里吗 瑞士书里士大学报告显示 追求完美的人更容易产生疲劳 急躁或者信心受挫等负面情绪 这种造成病态心理的价值观 还应该被奉行吗 第二我们看待人 对身边的人要求完美 只会让身边的人受伤害 耶路大学心理学教授 高兰沙哈指出 追求完美的人 对他人以及社会容易产生挑剔 仇视甚至是攻击 所以面对一个追求完美的妈妈 他就注定要面对母亲 永无直径的挑剔和谴责 因为对追求完美的妈妈来说 还有瑕疵就是一个不能忍受的罪过 面对一个追求完美的老板 你就必须不断被修理 来满足他们无知无休的要求和嫌弃 面对一个追求完美的丈夫 你希望他能对你满意 你就注定要一辈子追逐那个 永远追逐不了的完美 所以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 心理学家休伊特就指出 追求完美的人 婚姻一般会遭遇失败 各位对身边的人追求完美 很多时候都会让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这样的待人之道应该被推崇吗 三在处事上 追求完美未必会带来进步 反而可能会让人中途放弃 甚至是带来毁灭 国际知名心理学家陆写尼指出 追求完美的人一开始也许会充满憧憬 但是当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完美时 他们将会照顾不了 而在疲累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 香港心理学家月小冬更指出 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可能因为不能忍受工作出现不可挽回的瑕疵 而干脆选择放弃或者毁灭 张国荣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各位大家往往误以为追求完美就一定会趋向完美 但是不要忘记在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 人性也更可能会选择放弃 他们不能接受自己所创作的瑕疵品 所以我们推动的是 应该是追求突破 或者是追求进步 不应该追求完美 谢谢 谢谢 谢谢龙杰威同学